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幫手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多看 今天要來幫大家介紹 Nambo 1 我對大家實在是很抱歉 因為林書一的落選 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 但是因為林書一的影片 我在發文的時候 已經著手在製作了 Nambo 1的介紹 當時來不及做出來 不過這男人就是要說話算話 所以我趕快把這支影片 夾緊腳步做了出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分享吧 Nambo 1出生於1998年的9月21日 身高187公分 體重92公斤 首部位子包括一壘、二壘和遊擊手 但進10棒之後 多數都是以一壘手的身份出賽 堂哥也就是同一式的教練朱元晴 在Nambo 1在選手會被選到的時候 朱元晴也傳訊息給他 說歡迎來到地獄 結果朱元晴在年底就退休了 果然職棒真的不是非常容易的啊 老家在花蓮線的他 因為還沒有取族名 在一次捕魚回來的過程中 經過頭目的家裡 頭目在知道Nambo 1還沒有族名後 因為Nambo 1和他一樣很喜歡捕魚 就取了跟自己一樣的名字 叫做Nambo 至於一樣 則是跟他爸爸一樣 Nambo 1的爸媽都是田徑隊出生的選手 國小Nambo 1被問到想要做什麼運動 他回答想進田徑隊 卻被爸媽一口拒絕 之後回答籃球 也被以身高為由而拒絕 最後他回答了棒球 爸媽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這也讓他在小學五年級時 開啟了打棒球的道路 國中已經有180公分Nambo 1 高中來到評審後 更直接抽高到185公分 不過在高中的期間 因為對上眾星雲擊 Nambo 1還沒有成功打響名號 直到他進入大學 才真正讓外界看到自己 原本已經考上福大的Nambo 1 因為只取得自費生的資格 所以又再回家查了另外一所 還在招生的大學 他才成功考上這所開難大學 並且是以公費生的資格進入學校 大學期間是Nambo 1成長最多的階段 國底堅福教練給了Nambo 1很多自信 跟他說放開去打就對了 因為打擊爆發力的增長 讓他披上了兩次中華隊的戰袍 包括四大棒和U23世界盃 雖然在U23的表現沒有受到太多關注 但是在四大棒中就有拳力打的演出 初賽五場角出兩成七二 五成連545的打擊三圍 將選球與長打能力展露無遺 2019年選秀會 才大善那麼一樣就投入其中 原本預估大概是前三輪的他 卻被衛拳龍在第二輪第十二順位就挑中 並以370萬的千月經之資 正式進入職業世界 來到宗旨因為衛拳是新球隊的關係 在二軍打了一年的球 當時在二軍那麼一樣的表現 說好不好說差也不差 曾在對戰兄弟和台北新復發的兩場比賽中 上演雙翔炮超狂演出 成績打下來長打能力非常可怕 角出兩成七四 三成五三 點五七一的打擊三圍 外帶十三轟 與四十分打點的不錯表現 二軍總冠軍是在第二戰 和眾員狼劉基鴻背靠被開轟 衛拳龍直落四很少中信兄弟的二軍 拿下二軍總冠軍 其中那麼一樣就角出 三成三三 三成六八 點六六七的鬼神數據 除了夜軍戰的丟媽票以外 那麼一樣也是衛拳龍在首年 就奪下二軍總冠軍的重要功成 時間來到2021年 因為拿摩一樣進入狀況太慢 在熱身賽角出的表現 不符合小葉的期待 加上隊上有賀蕾拉等隊友卡位的關係 讓拿摩一樣從二軍開始出發 但是他和二軍實在是太猛了 在二軍出賽的第二場比賽 就炸出一發拳打 只在二軍待了五天 就讓小葉把他給拉上來 他在一軍生涯的首場出賽 就開啟無雙模式 生涯手安就在這天發生了 拿摩一樣一軍的第一場出賽 就達成了四個願望 包括生涯手自安打 得分、打點和全能打 並在最後摘下單場MVP 雖然拿摩一樣在大學期間是遊擊手 但是在進到職業之後 小葉主要還是讓他手藝的 而且他手藝的表現也很出色 還和鋼龍上演了一個 紅到國外的超狂手臂 哇這球鋼龍 手套往背後一撈 把手套傳到一壘去 好抖 哇這球應該是卡在裡面拿不出來了 人家打非常強勁喔 哇這個不累喔真的 拿摩一樣的手藝實在是太香了 他在一壘就曾上演過兩個 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手臂 除了剛才和鋼龍搭配的手臂以外 還有和蔣少鴻的超有默契的雙殺手臂 他也是一位出身花蓮的選手 結果還是點 一壘手銀上前來 有沒有接到 結果 哇二壘這邊出局了 剛才這球有接到嗎 不過拿摩一樣去年在打球的時候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他太會模仿別人的打擊姿勢 造成自己在打擊的穩定度上不高 葉君剛剛也說拿摩一樣 如果能夠穩定下來 那就會是一位不錯的打者 欸不是 不過這點也可以反映在他的打擊成績上 他的打擊成績 確實也是一個開高走低的走向 從開氣逼近三層打擊率 到後來也掉到不到二字頭 最終出賽77場 留下來一層八五 兩層六三 點三零零的打擊三圍 外加上三轟與17分打點的成績 而且被三針率高達31.1% 在超過200個打擊的球員當中 排在聯盟第二 僅次於同隊的學長曾陶榮 年底拿摩一樣正式申請改名 從朱祥林改名變成拿摩一樣 這年也是他最後一次 使用朱祥林這個名字來打棒球 時間來到2022年 這年開機前 魏全特地安排拿摩一樣 跟著大師兄一起訓練 同時安排拿摩一樣 增加一個遊擊的守衛 就連大師兄都稱讚拿摩一樣 說他是一個天分極高的選手 如果隨著經驗的加成 未來肯定能夠更穩定 甚至是大爆發 這年魏全有簽下兩位 可以守內野的羊炮 甚至是簽下跟他守衛重疊的大師兄 但是拿摩一樣還是不輕易認輸 在熱身在的階段就展現出幾具破壞力的打擊 出在4場雖然有12個打數 但少出6隻安打與2分打點 5x5x386x67的打擊三圍 讓他成功擠進開機27人名單之內 而且他這季的第一隻安打 就是這樣打出來的 那庸祥林他是在2010年 然後模樣這個球 仰角打得非常高中間方向 但是陳傑昇現在腳不放緩了 因為這個球沒有機會接了 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打到了第二層看台的 兩個星期以後 對上忠信兄弟的比賽 拿摩一樣又掃出一隻拳雷打 千萬不要出佐佐目朗西了 這一棒撈起來在左邊方向 打得還蠻深遠的這個飛球 恐怕留不住 拿摩一樣打出了一隻2分砲 也逆轉了戰局 這年的拿摩一樣 成為球隊上極具破壞力的打者 剛開竟然極力擊倒兩人連線 持續發揮 被譽為集拿棒連線的他們 在剛開季的前一個月 就是未全能夠吸捲龍頭的工程 但拿摩一樣在5月的時候染疫 也缺陣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回歸陣線後 就在9場比賽之內 掃出3發的拳而打 拿摩一樣在這年把他的才華展露無一 漢天哥與張震宇三個人帶領球隊的氣氛 剛開季的時候 也想出不同的上壘動作 讓未全能每個上壘的球員都跟著做 這年拿摩一樣 不論是打擊或者是音樂 甚至是模仿 都讓拿摩一樣本人圈粉無數 拿摩一樣正位球員 逐漸展露他的天分 從去年不到20頭的打擊率 到今年OPS加是對上的第三名 截至7月13日的賽前為124.9 角速2x65、3x15、444的打擊三圍 並且有著5隻拳而打 排在聯盟第五名 今年才23歲拿摩一樣 未來會繳出怎麼樣的表現 確實都是非常值得我們期待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大家對拿摩一樣這位球員 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跟大力按下訂閱 我是阿渡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非常開心啊 然後 就 就謝謝大家 你看